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SP大夜魔天炎魔上架测试服已经有两天了 那么按照惯例在周五的时候放出了第一版的技能调整更新 我们来看一下本次SP炎魔的削弱 再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削弱以后SP炎魔的强度表现如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炎魔改了什么地方 首先是面板速度 从以前的123变为了122 这里和体验服进行对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 123的基础速度变成了122 那众所周知千机的基础速度是121 而穿原的基础速度是123 这个122的速度夹在千机和穿原之间 就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可能是配置不够好的炎魔被千机给超车了 就影响是有一些影响的 主要是对于御魂的练度就要求更高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超车一下面灵器的119 还有超车一下SSR87大蛇的118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感觉吧 这个调整完了以后 就是让SP炎魔对于御魂的需求更上一层楼 那万一被灭灵器超车了 贼尴尬 这个是面板属性上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能效果的调整 本次削弱调整改了炎魔的2技能和3技能 两个技能 2技能轮回之步 原本的效果是敌方如果头上没有炎魔之木的buff 那么在回合开始时有60%的概率会叠一层炎魔之木的buff 其次当敌方在使用技能的时候 还有60%的概率再附加一层炎魔之木的buff 炎魔之木叠到三层就会转化为恶灵星期 强制沉默不可缺散 而且不是做控制 这个效果的回合外骚扰能力 大家在之前的斗技实战里面应该也看到了 全场控制能力很强 而且是回合外的 后手可以用这个效果来反打先手 那么今天在削弱调整以后变成了敌方的目标回合结束后 敌方全体没有携带恶灵星期的时候 那么行动完的敌方目标有60%的基础概率叠一层炎魔之木 基础概率还是60% 但是触发的条件变成了要敌方全体都没有恶灵星期 没有强制沉默 而且在回合结束时 那么这一条的改动按照我的理解 是大大削弱了炎魔他在回合外的控制能力 原本的炎魔之木在回合外可以靠对方行动前叠 靠对方放技能叠 现在变为了只有在回合后叠 而且还要求场上没有恶灵星期才行 这个限制基本上是让炎魔的回合外变得无法触发了 只能靠大招去附加这个恶灵星期 那回合外的骚扰能力下降 我认为就是他后手反打先手的能力有一些下降 很难再通过回合外的炎魔之木 给对方附加恶灵星期去强制沉默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大招的改动 大招也进行了一波削弱 原本大招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 原本大招在变形没有施加上的时候 会有100%的基础概率附加恶灵星期 恶灵星期直接就是强制沉默的效果 而且因为不是做控制 还可以控到有金莲的地势天 鬼王九吞 带锤子的千鸡 这样的免控是神 那么在今天的技能削弱之后 变成了如果变形效果没有生效 那么有60%的基础概率附加一层炎魔之木 那乍一看大家肯定会觉得 原本是直接附加恶灵星期的这样一个强制沉默 现在变成了只附加炎魔之木 好像一下子弱了很多 其实不然 因为大招本身就有60%的基础概率 给敌方全体附加两层炎魔之木 只要这个两层炎魔之木的判定通过 那么加上变形没有生效时附加的第三层炎魔之木 还是会转化为恶灵星期 也就是说炎魔还是有开局控到像鬼王九屯 前击 待经年第十天 这样免控单位的能力的 但是这一切的条件是炎魔之木的判定必须要通过 本身的两层炎魔之木是60%的基础概率 而在变形没有生效的时候 第三层的炎魔之木又是60%的概率 这两个概率叠在一起 换一句话说 就是这个射程的控制变得更加看脸了 毕竟在档案里面也写了嘛 炎魔老师特技是演技啊 炎魔老师又要归来了嘛 那么关于这个命中的算法 我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像基础概率是60%的话 那么实际命中概率就是60%乘以一个一加面板命中 以我炎魔的59命中为例 他叠上炎魔之木的概率其实是60乘以159 等于95.4% 在不考虑对方抵抗的情况下 抵抗为0 那么要控制向鬼王九屯迁接这样的免控单位 我的概率其实是91.01% 因为需要判定两次炎魔之木嘛 而对方如果有15的抵抗 那么单次炎魔之木的概率下降为82.95% 两次炎魔之木全部通过 能够打出恶灵形式的概率只有68.8% 而在之前是100%的基础概率附加恶灵形式 所以我的实际命中是159 那这个159的实际命中呢 就是让对方59以下的抵抗全部都无效 即使对方是100点抵抗的高抵抗式神 实际控制概率也有79.5% 如果感觉太复杂的话也没有必要强行去理解 不理解也没关系 只需要记住结论就可以了 就现在在改动以后 炎魔对于免控单位的压制能力下降了 不管是带精联地势天还是鬼王九屯 特别对于不知火阵容 一旦不知火复杂了抵抗以后 炎魔想要通过两次炎魔之木 去控到免控式神 这个概率还是有点难的 那对于没有免控的四神压制能力和之前差不多 另外我要再单独提一句啊 大招的群体控制效果是没有任何削弱的 本身的单体变形 加上群体附加炎魔之木的效果没有改动 这也就意味着 对于每回合都能使用大招的炎魔来说 第一回合单体变形 加上全场附加炎魔之木 第二回合单体变形 全场的炎魔之木变为强制沉默 这个是没有削弱的 甚至因为被动技能这个回合外叠炎魔之木效果的削弱 后手的SP炎魔 122这个基础速度 如果预魂不好的话 真的会被前击超车 如果没有满速预魂的话 那甚至有可能被对面的灭灵器超车 还是挺尴尬的 对于免控单位的压制能力也下降了 鬼王九吞 金莲第十天 千击 都有可能抵抗炎魔之木 让变形效果没有生效之后的恶灵形器附加不出来 但是SP炎魔的群体控制能力依然非常的拔群啊 对于那些掌握了医素行动条在他手里的SP炎魔来说 两轮大招沉默全场 这个效果依然存在 变得更加大脑化 更加吃配置 更加医素 更加看命中概率 更加有可能会演戏 这就是我对本次SP炎魔削弱调整的总结 那大家看完以后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分享你们对SP炎魔削弱的看法 顺带一提 这个只是第一版技能调整 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上架正式服前的第二波技能调整 好了 那么关于SP炎魔削弱的分析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正式服抽卡一发入魂 可以直接把炎魔老师抱回家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爱特哥海城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